啊 香香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每天吃饭都没胃 我们这边就跟蒸笼一样 直逼40度高温 正好最近烧了一道夏日必吃的消暑美食 咱们先来看一下原视频 夏日必吃的雪碧拌面 雪碧拌面 小葱碎 大蒜末 黑芝麻 用热油给他 怎么是白芝麻 放盐 鸡精 生抽 陈醋 蚝油 两片柠檬 倒入昨晚喝剩的雪碧 给他搅拌均匀 水开下入喜欢吃的面条 煮熟捞出过下凉水会更筋道 放入黄瓜丝 火腿肠 香菜 花生米 倒入调制好的料汁 给他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一口下去幸福整个夏天 看起来好像挺有食欲的 一口下去幸福整个夏天 这有点凉拌面的那个意思 不过我就发现 这雪碧好像是万能的 之前拿来泡萝卜 又泡海鲜 这次拌面吃 来咱们试试看 看看味道到底如何 首先碗中倒入蒜末 小葱 辣椒面 黑芝麻 再浇入热油 这浇完油就跟吃油炸一样 真香 再来点蚝油 生抽 橙醋 鸡精 两片柠檬 然后再倒入昨晚喝剩下的雪碧 由于我不太喜欢喝雪碧 所以就没有剩下来的 这新买的 那这样就是喝剩下来的 我去二十反应兄弟们 搅拌均匀 别说闻着还挺香的 一股那种醋味 水开之后下面调 下个两人份的 听他说的 迅速过一杯凉水 下一步加入香菜 然后是黄瓜丝 完美 这要多少有多少 你看 火腿丝 来点花生米 再倒入最开始拌好的料 我去碗有点小了 我给大功告成 稍微拌一下 味道闻得确实是香 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话不多说 咱们赶紧来一口 这是两人份的 这几天一直都没食欲 就看看这东西能不能拯救我了 兄弟们 别说这看着 跟他视频里面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爆炸 已经不能用清爽来形容了 当时以为吃的可能是那种葱油拌面的味道 但其实不是 一入口的话 是很浓的雪碧的味道 整体吃的是那种偏甜辣的感觉 不过确实这味道好像还真的可以 真的很清爽 可能是我雪碧稍微倒多了一点 所以吃的基本上来说 就是雪碧的味道 但是特别有味 说实话 这个面真的是很清爽很清爽 夏天如果不想吃饭 一份这个确实是能够拯救你的胃口 我买的那个面是五人份的 我就下了个两人份 还剩下最后一口 香香 雪碧拌面 超级无敌 巨巨巨好吃 雪碧的话 其实生活中平时我确实喝的比较少 但拿来做菜做了好几次了 每次确实味道真的不会让我失望 不过就是各位去做的时候 建议你们别放那么多雪碧 真的是放剩下来的就可以 我确实倒了有点多 导致这个里面 它有点感觉不像是在吃那个拌面 像是汤面的样子 你看这个面已经吃完了 但留下了很多那个刚刚的小菜 黄瓜私家活得尝啊 我这里还有三份面 这里剩下的料 等会煮完面估计还可以继续用 确实开胃啊 兄弟们赶紧去试一试好吃到爆